Compax Bearing 和 True Bearing 两种不同表达一个Bearing 的方法 Compax Bearing 是有些N、S、E、东南西北的符号 True Bearing 会用三位数字连同度数表达一个方位 Compax Bearing 和 True Bearing 是两种方法去显示 object relative to another object 即是是两个object之间我们用它来表示位置 它说如果在Compax Bearing 里面 Direction are measured from north 或者 south in the form of north 或者 south 先 你可以看到不是 north 就是 south 先 视乎它在方位角的哪一面 它说这个Feta 是0-90度中间 这个必定是 它说如果在 True Bearing 里面 就反过来 它是由Lorth 开始 这个Clockwise Clockwise 顺时针 数起 一定是一个3-digit form 所以大家要留心一下 如何表达方位的问题 来举个例子 Referred to the exam figure below The Compax Bearing of A and B From O 麻烦大家要留心 From O 在From的位置 通常会画个十字 譬如这里画个十字 这个也是会的 譬如说A 其实这里有个75度 这个有75度 我们会用Lorth 先记住Lorth 因为上半板 在上面 Lorth 75度 East 有些朋友说 我可不可以这样写 E 15度 Lorth 是不行的 这是错的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写 如果是B 就在这边 它有35度 有时它未必给你这个 度数 可能会给你这个 音你也不停 你小心点 现在的35度 就是在这里 所以你写的时候 由于这个是South 那你就写South 35度 West就可以了 OK 总之记住一件事 就是开头 一定不是Lorth 就是South OK 好了 对于TrueBearing 来说 不是这回事 TrueBearing 无论都是由Lorth 开始数 这样 顺时针去数 那么 譬如说 去到75度 这个位置 我们会用0 75度 你不写0 是会无分的 一定要写0 譬如这里 就简单 215度 OK 通常题目会指明你是用哪种Bearing 你按照题目的要求去表达 就没问题了 最重要是看清楚题目 要是TrueBearing 还是ComplexBearing ComplexBearing 即是有东南西北 有东南西北 TrueBearing 就是三位数字